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 其實他不這樣說 就辣我不生氣 他這樣說,我真的要舉證 大家給我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沒事的,你就解釋 你解釋,解釋,解釋 空姐 剛剛最怕老人家這樣,那樣 昨天都在說大腦搶東西 你不是說最後那句辣我不生氣 他說,如果大家跟得我久 知道我為人就會明白我了 呵呵呵 我不認識你 但你不斷追究我,我現在就跟你結帳 網友說我一定要 其實都是為自己澄清的 我又不需要 幫自己講我的觀點辯護 我就是告訴你 你的台上如何操作 你就要脫掉了 先說說柳俊剛一點 我們從柳俊剛那裡看看 空姐阿沙的獨家猛鳥的時候 說柳俊剛怎麼樣 剛剛離世幾天 在那裡找人的私生活 他的私生活很厲害 在下面的留言 留言還要別人刪除了 他再鋪出來 然後說一次出來 然後說這個 渣男還是渣女自己看 說人家分內出軌 說人家分內出軌 說人家嫖妓 那些東西 那個在他那裡傳出來 原來 他是看別人的留言 在下面 原來下面有人這樣留言 什麼什麼全世界都知道 然後他說出來 拿來當見了說 那你就好發達 下面整個分身留言 說不用生芒果的 流濃的 粒粒掉出來 然後說 獨家爆料 不用生性病 這樣 你不就很好做 我經常 最討厭的那些混蛋媒體 其實也沒有你這麼混蛋 有時候說 那些網民不是這樣看 持相反意見 也沒有你這麼討厭 在下面看到的留言 說別人這樣那樣 當真實話說 他就說 那我當然沒有辦法知道真偽 他自己說 那些留言 被人罵他 然後他自己也刪了 那些留言 就是我報出來的 刪了留言 就是 如果有真憑實據 繼續據你力爭 不是啦 別人都淋了水走 就是告訴你 我做事 OK 我截了圖 現在醒來告訴你 有人抹黑 然後封面寫 拿男還是拿女 自己看 建基於一個網友的留言 就說自己的獨家 堅了 猛了 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這個就是網絡操作 網絡綁匪 你說一些 剛剛離世的人 說到沒有話可說 我也看過這樣的新聞 說 他說的柳俊光 咦 說他有些 不良嗜好 我自己看過這麼多新聞 我都看不到 我都不敢這樣報 我原來報這些 可以 每天去連登找新聞 找個留言 我就這樣做 就做這一條 你們發達吧 這樣做 做不出 那時候 柳爺剛離世 很熟悉人家的家 又在找人家 那個女人很有錢 柳爺 找不到錢 然後又說 那個女人有個長期的男朋友 沒有錢的跟著 喂 你說到別人心路歷程 誰說 誰說 那個男人沒有錢 那個女人 一定是討厭的 如果你說到這麼富貴 你也不要按摩 如果那個女人是愛你 就養了你也還可以 只是 有沒有看那些 大台小生 多少個是他老婆家裡有錢 那個男人沒有那麼有錢 經常說 吃軟飯 神經病 那個女人喜歡他 他就跟他一起 吃什麼的軟飯 不是男人有錢 那個女人有錢 總之那個男人找不到 每個女人富貴 讓你看到 全部都是吃軟飯 我說的 我之前都是這樣說的 人家說那些明星 你們是這樣說人家 他就是這樣說人家 擺出這個觀點 你的台就是這樣操作 以抹黑他人 就成為點擊率 李隆基那件事 你就搞笑我 昨天罵到你九九九千足純金 就是這樣 就是愛護老人家 愛護到很多話說出來 好像不知 剛剛才知道李隆基是老人家 然後柳俊江那裡好像很熟 柳俊江的遺作曝光 很多人都說是很催淚 其實我看到最後那句話 我也覺得很催淚 因為柳俊江是說很多很正能量的事情 你猜不到他下個星期就搞定了 你更加猜不到有人為了一些獨家爆料 很努力 找到哪個位置可以有話說 我這裡有個網民這樣寫 他那些事情 什麼 全個新聞部都知道 還要這樣說 因為好笑 整個新聞部都知道 你這些 當然他沒有說這些 沒有說這些是真還是假的 但是封面又寫 拿男拿女自己看 那你已經當成一個項目來講 對吧 其實你說這些 只要你出去玩 十個男人 九個滾 什麼的 你有沒有聽過整個什麼部 整個IT部 什麼都知道 人是不是真的這麼沒有秘密 這個世界 有時候這些人 跨海口 你哪位 你哪個部門 做什麼號碼 做事不行 做事不行 拿這些東西 你誣誣五仔 算了 生歐歐紅豆豆 你誣誣李隆基 說他外面還可以玩 大家繼續找他做壯陽代言人 把這個罪名押在剛剛自殺的柳俊剛上 你都可以 這個就是 跟得我耐都知道我的為人 怎會不知道 實知甲 我和你本身完全不認識 真的 又要說一說 有些人說 聽下五仔 未非識武 這件事最深良一定是他 我說他也有過十萬的點擊 你說我便沒有 一來就是你沒有我這樣的訂閱 二來就是 大家一直以來知道什麼事 大家都會看娛樂新聞 我和他是完全不認識的 在這件事之前我一次都沒有提過他的名字 我現在說 我當然說 我昨天也說了 我說現在不說 你什麼時候說 現在說你一定越跌 之後說你一定越升 我當然不會益 對不對 我還看見你 又跌一千 他自己的心都寒 你慢慢寒 你以前 我告訴你 你的二眼報 除了李隆基 那女兒 負能量都積在你身上 你以前叫人 如何在網絡檢舉我 在網絡 叫人一起 在YouTube投訴我 你當我是白癡嗎 我截了你的影片 扔到YouTube管理員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嗎 你叫人不訂閱我 今時今日的人 就不訂閱你 這就是因果 回歷回你的身子 你說我什麼 我不懂 你不斷說我這樣 說我那樣 說我乞丐 說我在講假新聞 其實我說的新聞 可能我沒有你那麼勤力 你那些還多過我 但我那些 你也一定有 我說的那些 全部都是在網上找的 裝什麼 對吧 大家自己 都是做那一行 你這些網絡綁匪 抹黑完一個 然後轉頭 跟別人握手 又說做經理人 在周圍操作 那時候怎樣 你知道我怎樣對待他嗎 我真的找不到 那時候一直都 他有一次 他不停抹黑我 說一些無謂的事情 其實很無謂 他說我 就是拍了這些片 然後賺到這些錢 一天騙了你多少錢 騙誰的錢 正常平台放片 Youtube還沒發聲 有幾個時候 到你發聲 你是那隻公道棒嗎 經常說自己是包青天 包青天 你看他的複畫 不要說人家 夫妻恩愛 你那支杜德棒 拿來審我嗎 打算 說我什麼 拍片 你不是做過那些事情 搞不定 我就是奇董怪 有一個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說我這些是不對的 我就是 抓一抓頭我是不是不對的 他看一看他 他跟我做了這些 為什麼會很噁心 一整天想踩低別人 只是踩高的訂閱 踩低別人 然後 人家只聽我 不聽他 聽他那些是白癡的 我的網友全部聽到 現在你說我才說 一直跟著你 知道你什麼為人 踩低別人 捧起自己 好了 那我怎麼報警呢 那時候我真的要說一說 有一次 說蔡天鋒第七疑犯 然後明明 不知不記得 星島還是什麼 報出來的 說什麼 煲湯界KOL 你說救我 說救我 不用冤枉那女兒分屍 夠膽死 這刀殺人 其實他之前追了我整個星期 剛好說蔡天鋒 然後說蔡天鋒 蔡天鋒是刑事案 你說我作假新聞 我就去警署避案 說我怎樣 就是冤枉別人 是殺人犯 妨害司法公正 我當然說這件事 你不說刑事 我沒有去報警入救你 避案 所以我說李隆基 你想清楚 這個人是可以殺償 殺償 不是跟你說笑 他有這些資料 警察問我 我問了一個小時 我當然是跟警察說 刑事這件事是謀殺案 他這樣說 我當然是跟警察說這件事 他之前說我 說我說蔡少芬的老公 不行 難道我說 他說蔡少芬和她老公離婚 是假新聞 說我說假新聞 阿Sir說我不是耍事 蔡少芬走進來 讓人害怕 我也是這樣 讓他不斷抹黑 小民那些厲害 好像小民 更加貼上別人的樣子 弄壞別人的樣子 恥笑小民慢四日 做新聞做得慢 弄別人的樣子愚愚愚 打掉 還更加 związ 社交叛 想小小當幫忙 屬宗無大將 振人的頭 還說是豬 說不做功課 又沒有腦 別人做娛樂記者 做了多少年 你新入行兩年 你這樣做什麼 壞事 別人一直在一直在行頭上 好噁噁 無端端有你出來 五仔做同一件事 真糟糕 賺了很多錢 一整天想想在錢裡拯救我 說我去外國逃稅 我跟稅局也不知有多熟 你需要我給你一個電話嗎 自己可以說你的Pay Me課金 那些不明來源的收入 跟香港政府報稅 你需要嗎 你以為我真的怕稅局 你瘋了 我在Youtube工作了多少年 你覺得我和你同一時間紅 同一時間出道 我在網絡工作了十幾年 出了名十幾年 和稅局不認識 經常在想看哪些位置 做到你 我又覺得你和稅局 我不知道你和他有多好朋友 現在可能比較好朋友 現在出名了 而且這位女兒很狡猾 經常轉電話 現在是不是還是七字頭的那個 你很厲害的 什麼都有 還有一些我之前刺爆他的心理變態 說我抄襲他 然後我出得慢過他 有些事情 我整個台上做很多時事的 他只是做娛樂 他做娛樂 只是做娛樂 我其實是出三四條 我自己本人是出三條娛樂片而已 有些被飛龍做出一條而已 他自己出這麼多條 我一定會慢過你們 出得慢過你又要被你刺爆 更是變態 好了 我慢過他 和他同一條題目 抄襲我 之前 那些題目 所有的字眼 連續抄 瘋狂抄 成本不斷抄 他抄襲我的字眼 然後告訴別人 早出片過我的 是我抄襲他 做這些假的證據在冤枉我 這個人真是令人害怕 還要好像很聰明 我現在找到李隆基 你這麼厲害 你找李隆基出來吧 找李隆基有多厲害 你自己找別人的黑材料 別人自己找你 你找李隆基 你試試找李隆基出來 是啊 現在很厲害 現在跟綁架有什麼分別 真是認屎認屁認到你 這些是厲害的 厲害了 這樣 沒有的 所以我都說這件事 有幾個人找律師 是關照你的 現在是 查你那些 這些資料 不能說出來 有起底法的 是嗎 但是你那些什麼電話 英文全名 你經常轉電話 為什麼經常轉電話 找律師 找私家偵探 有人 那些人 當然 那麼多仇家 有些人 有些好笑 說我 吳仔最深涼 我不是深涼 其實被這些人 纏繞了很久 因為每個人高訂閱 他都搞了一段時間 每個人都抹黑 說我什麼 說吳仔很興奮 有個網台說我 說我吳仔很興奮 我不是因為為他而發聲 我發聲紅 扮過庫城扮曾志偉 你不是不知道吧 有些YouTuber 平時不太聽我說話 說我 說話多好笑 粗口 我自己一向都說粗口 看看你什麼片段 說什麼言語 說什麼語速態度 這些人 你這些人 當然要當頭鵬喝一下他 給他一些警告 整天這樣那樣 說什麼 佛口蛇心 學佛 學到這樣 這真的要糾正你 學佛是否有一點誤會 一來我不是和尚 你真的一定 你不見 有些佛像 有低微菩薩 有露目金剛 我露目金剛來的 擺明就是 懂不懂佛教護法神委託 哪知晴天象 兜頭兜頭就扮你 跟你說斯文 喂 少林子沒有功夫 不打人 不是吧 你哪派哪門 就是你道德綁架我 學法學到這樣 怎樣 現在如何 替天行道 嘩 真的 不是嗎 經常在這裡道德綁架人 又說網友聽這些 豬 又蠢 最擅長是你 然後那些 hater hater 一定是hater 你不明白我 他說你不明白我 一直以來 那些人跟了我這麽久 就知道我為人 你為人 對李詠豪 不知道做什麽 很有意見 那些什麼 狗血戀屎 嘩 說得很壞 人家那些 受害人變 變了 例如李詠豪那些 我覺得那女兒 建議施先和別人大了肚子 他經常說他有問題 這個有問題 那些慘事那些 這個有問題 全部你都知道了內情 反過來 反過來 你往往都是這樣 又想著自己在現實生活中 又調到 調自己是經理人 明明是揭人臭屎那個 變成了別人身邊的 胡法 你真是吃了你 上次說 又笨 心又毒 狗不答八 做了這些事 你選人不利己 你現在轉個頭 你看到那個恩國 你想我下跌訂閱的 你想我下跌訂閱的 叫那些人 開個節目 你在哪裏按那三點 然後按進去 怎樣 以後不要看到這個人的影片 然後檢舉 說這是什麼 不當內容 假的 虛假資訊 是不是 你是不是這樣搞我 有沒有搞過 你那些 影片 有證據 我結束了多少段 多少分多少秒 我丟上youtube 控制台 我跟管理員說 我說你現在存在這樣的新的youtube 在那裏 靠這些上位 他們是驚訝 他們是不可以這樣 你有沒有發覺你的時事以外 是沒有什麼人看的 他們是一向 現在的多 衝進來吵你的 下面 狂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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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到你 剷上天花板 是不是 你試試擺多一會 你看看你的熱量 你 你不要說 Hit topic 你那些全部 幾千 兩三千 為何會這樣 為何能見到這麼低 本來以前不是這樣的 誰會搞你 你不搞別人 別人哪會搞到你 你要有證據告訴你 這個人在維持規 這些事是你自己做出來的 找人去unsubscribe我 現在自己被unsubscribe 之前去抹黑人 天天去攻擊人 現在被人天天攻擊 這就是因果 是這樣的 做人就是這樣的 山水有相逢 我知道 這樣搞下去 將來有些什麼 我一定不放過你 你浪費氣了 我想到這個位置 我就說浪費氣 為何呢 我今天不說 他早有一天 你一樣會追著我來吵 我根本從來都不認識你 我從來都避兇你 你拍了我多少條片 你只剩下了 你只是換了一張圖 放我的頭在哪裡 我不知道 拿了我的頭像 然後就剩下了 有些人弄一個壞樣子 又說怎樣 總之鬱到狗不搭白 看了我的封面 然後就照著鬱下去 想著自己有一點點訂閱 然後又說 我介紹一個 外國YouTuber 給你認識 剛好人家又說 跟五仔在吵 好像集合幾股勢力一起弄救我 這件事根本上不關我的事 都可以照做 硬做 死做 覺得有得做 抓住 現在這件事都關了你的事 我不是死做的 我不是硬做的 是有得做的 將你一直以來的劣行 說出來 這些要避案 避案 避案先 讓網友知道 有很多人不知道 五仔為何這麼興奮 嘶聲 首先說我的節目 一早已經是嘶聲紅 不是因為他而嘶聲 叫他省嘶聲一點 神經病 為他而嘶聲 真的 不如和他求婚好嗎 不會 不是特別興奮 只不過是 吵有那句說那句 是愚痠愚痠 是愚痠愚痠 愚痠 是不是 為他而說其他 那是 有些人說 好像說多了髒話 有些人 是不是口業 看你怎麼說 看你怎麼說 我那些是加強語氣 你說是不是很噁心 是不是用器官撞擊的器官 又不是 不是 不是亂說的 髒話 為何有些人說 說髒話挺好聽的 是的 應該說又說 不應該說 我不會跟你說 佛計的時候 跟你說爆髒話 我不會 但是這些事情 是不是得搖人處 扯搖人 那就看看對什麼人 看看對什麼人 你現在起碼 你香港人這麼容易 不記得事 是不是才轉頭 不記得 很容易 他再挖另一件事 出來 我又包括了 嘩 我又獨家了 又是那些操作 同一樣操作 很等錢花 這個人 講個事實出來給你聽 真是氣死你 其實你根本上 是不可能 捱到下去 有人說他很勤力 一天做十八個小時 你說一天出十二條片 就是經常挑戰我 我出十一條 你出十二條 你用自己的時間來賺錢 我就這麼多人幫忙 你想一下 你自己想一下 你 即 你做人花多少 接著 拼命在掘一些 別人沒有的東西 硬來 硬去 因為 你總是想到生多忠與虎 其實現在是 你死瓜鬼是 你死我又不會更厲害 我一向都這麼厲害 我一向都這麼厲害 現在人家說我欺負你 如果你不是出了事 你不是這麼噁心 突然間我把東西弄他出來 說柳俊江 這樣說人家 說小文 搞我 搞李淵華 搞這個搞那個 如果你沒有病 如果你沒有病 沒有痛 別人說我消氣 欺負你老襯 現在不是 是你搞我在先 你也是夠膽的 你真的很夠膽 我覺得那些年輕人和他 是厲害的 你知道我 你知道我什麼人 有些人說 大J和Bob叔 那時候 五仔變了很多 那你知道我什麼人 對吧 你不要搞過 你可以搞過這樣的人 你真有趣 就是這樣 我打算快 有你在這裡 我怎麼做第一名 什麼時候到你第一名 什麼時候到你包青天 阿包青天 你說我做事 我說你是就是 夫妻恩愛我驗證過 你看著人家動房嗎 現在 是不是 你當網友傻 你自己傻 你自己傻 你有些圖給別人看 你講一下別人的東西 OK 你一落場踢球 你就玩完了 有份落場踢 這樣 威風啊 我現在訪問你龍基 很厲害 還覺得自己很厲害 做不做得出呢 我打個比喻 譬如有個女明星 我想做不做得出 五仔 挖了他的東西 說那些 學你假的 為何你紅杏出場 那個女明星 很紅的 然後那個女明星 自己找他 說五仔 有什麼事出來說清楚 如果你的台人波 搞不成功 搞不成功 然後我還拍一段影片 要不要理會 之前被我獨家 唱壞的 這個女明星 女瘋 現在和我做朋友 我還做他的經理人 你也瘋了 你龍基 那一下 我覺得有點像 我是一個談判專家 你要直升機 我給你直升機 你要美金 我給你美金 不練號碼 沒問題 外面一隊飛虎隊 走出去 你剛才不是說 給我一個官做的嗎 皇上 李龍基 你真是傻了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裏 很有趣 只是搞一些前輩 訂閱高過他的人 當然 你理智當頭 講利益 搞低過你的人 沒用 五仔 很容易壞 人們喜歡打大老虎 我不上身的 全部都 這件事很想的 你不搞我便不上 對 你不搞我便不上 你不搞我便不上 關人鬼事 娛樂新聞 我當自己 我經常說 當大家一起吃花生 評論一下這件事 敢針 不被人說話 對不對 如果你說到 又說別人這樣 又說解釋新聞 專做這些事 然後怎樣 你就看到他的操作 專做這些事 然後這樣 唉 真的 你自己說 跟得你內資 你人品 我本身也沒有跟那麼久 謝謝你 現在就 搞到我要走來 招呼你 還有這麼好 原來 捉住別人的名字 食尾班車 食尾流 有點擊 原來是這麼過癮的 其實我根本就不用說你 我一讓你嘗嘗那種感受 以彼之道還彼之身 讓你感受一下 如果你覺得難受 麻煩你以臭 不要不敢屁股鬼 知道嗎 真的 你自己也覺得 己所不欲就密施於人 如果你說 哎呀 你這樣搞我 搞我 OK不要緊 奉陪到底 是啊 奉陪到底 怕你什麼 我又不在香港住 對不對 就是這樣 你找稅局找我 我很多公共部門找你 的